在我国民间 祭造是一项影响深远 流传极广的习俗 旧时几乎家家都在造间设有造王爷的神像 人们称造王为造军 造王爷东厨私命 传说玉皇大帝 亲封他为九天东厨私命造王府军 负责管理各家的造火 造王堪大都设在造房的北边或者东面 中间供上造王爷的神像 没有设造王刊的人家将神像直接贴在墙壁上 有人说造王是钻木取火的碎人士 或者是神农士的火官 也有人说造王姓张 名单 自子郭 虽然说法不一 但是在民间却流传着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有个叫张生的人家境贫寒 后来娶了名叫郭丁香的媳妇 丁香十分贤惠 嫁给张生后 早起晚睡 辛勤吃家 没过几年 家业就兴旺起来了 左邻右舍的人都说 张生娶了个好媳妇啊 这个丁香不仅勤俭吃家 还有一手好厨艺 他最拿手的就是肉汤 每当他做肉汤的时候 整条巷子都飘渺了香味 邻居们看在眼里都非常的羡慕张生 而他却不以为然 张生成了富户以后 十分的交衡 看着渐渐变老的丁香 竟产生了喜心厌旧的念头 他整天不干活 一门心思想修掉丁香 再找个漂亮的媳妇 一天 张生在院子里晒太阳 他看到仆人在晒骨子 就把丁香叫到身边 张生说 你把家里的黄豆拿出来晒上 丁香听后 把一筐黄豆拿了出来 张生接过黄豆 就倒进了骨子堆里 然后对丁香说 把这些黄豆从骨子里捡出来 弄好了才能吃饭 丁香知道丈夫是为难自己 但也没有办法 只好把黄豆一颗颗的挑了出来 天黑了 丁香还在挑黄豆 张生只知道自己吃好喝好 不管丁香是否饿了累了 邻居们知道这件事 都说张生是个父亲汉 张生整天故意找茬 刁难丁香 丁香却逆来顺受 毫无怨言 张生见自己这样都难不倒丁香 干脆就写了修书 把丁香赶出了家门 随后娶了财主的女儿李海棠 李海棠是财主的女儿 从小呢 娇生惯养 好吃懒做的 根本不懂得操吃家务 两人整天花天酒地 李海棠想吃什么 无论多贵多难买 张生都满足他 一转眼几年的功夫 张生挥霍无度 整个家产都败了金光 张生又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这时候 李海棠嫌贫爱富 不愿意再和张生过日子 半夜里趁张生熟睡的时候 偷了剩下的钱财 回老家了 张生变成了穷光蛋 孤苦伶仃 身无分文 只好讨饭 他想想 当初要不是锅丁香 为他操吃家业 哪里会有万贯家财呢 自己过了几天好日子 竟修掉了丁香 现在想想 真的是后悔莫及 话说 这年腊月的一天 张生讨饭 讨了一天没有人施舍 从早到晚没有吃过东西 他饿得头晕眼花 不小心晕倒在一户家的门口 天快黑的时候 这户人家的看门人 看到了他 连忙回去禀告主人 这家主人是个热心肠的人 就说 给他盛一碗肉汤吧 一碗肉汤喝下去 张生这才缓过气来 说没有吃饱 能不能再给一碗 主人吩咐看门人 又盛了一碗给张生 张生喝完后 觉得身上有了力气 正要离开 看门人说 我家主人慈悲 看天色不早了 叫你在厨房留宿 张生听后 感动的痛哭流涕 连忙磕头感谢 看门人把张生 领到了厨房里住下 张生看到厨房里 正煮着一锅肉汤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忽然觉得 这肉汤的香味很熟悉 于是说 自己还很饿 能否再吃碗肉汤 看门人又给了他一碗 张生喝完说 你家主人真是个大好人 请你帮我回报一下 我想见见他 家人说 我家主人已经来了 刚说完 一个中年妇女走进了厨房 张生看着这个女人的脸 很面熟 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被自己修了的丁香 张生追悔莫及 同时又无地自容 用双手遮住了脸 丁香一看着张生 就关切的问 你怎么落到了这不田地呢 张生无言以对 羞愧难当 他心想 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呢 不如死了算了 正好看见丁香家 大锅底下的火烧的正旺 趁人不注意 一头钻到锅底下烧死了 正好这件事 被巡游的天神看见 就回禀了玉帝 玉帝觉得张生虽然有错 但是他知道廉耻 勇于承认错误 说明他不是真的坏透了 还能回心转意 郭丁香勤俭持家 以得抱怨 也是难能可贵 为了警示世人 不要再像张生以前那样 忘恩负义 玉帝要把张生的故事 昭告天下 既然他是死在锅底下 就封他为造王 张天师奉命传下旨意 封张生为造王 记录人世间的过错 每年腊月二十三 骑马上天 汇报人间是非 直到腊月三十那天才回来 在天上过七天 张生被封为了造王之后 为了赎自己的过错 对待人世间的事 非常的认真公正 谁家的儿媳 不孝夫公婆 谁家的婆婆虐待媳妇 她都清清楚楚的记下来 等到腊月二十三 那天上天汇报 这样一来 人们就不敢做忘恩负义 违背道德的事情了 人人助人为乐 以得抱怨 这样人间的善恶 是非都得到了应有的结果 从此 每年在送灶的时候呢 都要在灶头上烧香点烛 供着慈姑 混沌 和用一堂做的烂斩堂 又叫做二十四堂 粘成元宝 祭祀造王 然后在家门口 放上豆旗 倒柴 把供在灶上的神龛里的 灶王像请下来 在他的嘴上涂上烂斩堂 再把神像 粘在用稻草扎成的神马上 或者放进用材质 糊成的轿子里 供上柴队 丢上一些慈姑 连同西伯折的元宝 点上一把火烧个金光 算是送灶王上天了 等到来年正月 再请回一张灶王神像 放在灶上的神龛里进行祭祀 算是把灶王又请了回来 感谢观看